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数字的字手 那这一个是一个完整的列表 那这时候我们说要讲过去相关数字的字手 从一半0.5然后1到5 那6和7不是很重要 然后不是说不是很重要 就是比较少用到 所以我们跳过那9也跳过 那接下来10 0.1这是一组 然后100 0.1 1百分之一是一组 1000 1千分之一 那1000有两个 一个是kilo 一个是milo 好 对那 在学 我们继续到下一页之前的 那有一个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 那可以先把video先停下来 那看一下这些字手 然后去回想一下 就是你有学过哪些字 或看过哪些字 是有这些字手可以把它填进去 那这个会帮助 之后记忆很大 那我们今天 第1个字手就是 Demi、Pemi和Sini 那 这都是有一半的意思 那我们 第1个字是Semiconductor 那 这个是 电机领域里面的半导体的意思 那半导体顾名之一就是它的 导体系数在 导体和 绝缘体中间 那这是它一个很特殊的课心 那我可以看得出来说 Conductor是导体 那半导体就是前面加一个Semi 那还有另外一个字可以讲一下是说 Semi-Final 那这个字是 看到右上角一个图 NBA的 16强决赛图 那Semi-Final 其实就是指的四强 因为Final是剩下两队 那所以Semi-Final 只有Final一半 那所以就是说还有四队在平 那打赢了 就可以进决赛 那接下来三个字跟都是 跟E有关的 那第一个是Mono 那 最可以讲一个字就是Mono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在玩的大富翁 那大富翁的 真正中文意思是说 垄断 那你在垄断这个字上 直接看不到E的存在 那可是你仔细想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只有一家在卖的时候 就是说整个市场被一个公司给 垄断的时候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垄断 那大富翁之所以取名为Mono 就是因为你到最后赢的时候是 如果你一家把剩下其他的玩家的钱 房子全部都买下 那这时候你就赢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字就是 用红色标起来的这些字都是 有单单单 那这个专一论文也是 专题论文也是 就是专一的意思 那垄断就是有一家在卖 所以 只要知道这个字首 那这些字 在记忆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第二个是跟E有关的字首 那这个SOL 它有Alone Lonely的意思 就是单独的 配合的最好的单字 去记忆一个字首是SOL 这就是音乐的独奏演出 那可以看出来 SOL里面 它前面三个字叫SOL 所以它在字根上有Alone的意思 那右边这边我列一张图 就是说 就是Will Smith的 I'm Legend 那那个电影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 它觉得全世界只剩下它一个人 那所以 它是不是很孤单 它还有一只狗 那 这就是英文衍生意 就是说它意思是一 那可是它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它很单独孤独 因为它只剩下一个人 好 那 最后一个跟E有关的字就是这个Unit 那 Unit它是什么 它是说 有很多 不同的个体 然后全部合而为一 的这种感觉 那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的 Family Reunion 那这是我们家人的团聚 比如说 过年的时候 大家会 全部各地的人 家庭人员 全部合在一起团聚 那Reunion Re是Again的意思 U&I是One的意思 就Again One 那就是说 大家全部又再度的在一起 那 这个Uniform 就是说 虽然说从制服上 我们看不到E的意思 可是它意思就是说 大家全部都穿一样 那 那这个 一样的衣服 这个 就是这里Uni的意思 Universe 宇宙因为只有一个 那这个Ananimous 这个字比较软一点呢 就是什么 全体一致 就像好像 全体一星一样 那 有一个概念说 虽然这些字首 它 大部分它单独不是一个字 那可是其实你是 可以把它当作单字去背 那 当你在背单字的时候 比如说有好几个字 都有同样类似的意思 那我们要特别把它 拿出来比较这样子 遇到的时候才有办法区分 那对于做的比较是说 那我们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说 Mono 它就是单一的意思 那SOL 它虽然也有一个意思 可是它比较强调说 当孤单剩下一个人 那它是强调那个孤单的感觉 那Uni 它也有一个意思 那可是它 主要的感觉是说 合众为一 就是它原本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或者很多很多不同个体 合而为一 比如说 Reunion 或是Universe 都有这种感觉 好 那今天的四手介绍 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介绍 2345 好 谢谢大家